神奇自愈力量来自天上的恩赐 当我们遇到疾病或受伤时 我们的身体具备各种机制可修复和恢复自身 我们应该心存感激并被加珍惜来自天上的恩赐神奇自愈力量 以下是人体自愈功能的一些方式 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负责识别并对抗有害的病原体 如病毒和细菌 它产生抗体并启动免疫细胞 以消除这些入侵者并促进康复 炎症反应 炎症是身体对受伤或感染的自然反应 它有助于隔离和消灭病原体清除损坏的细胞 并启动康复过程 一旦威胁解除 身体会逐渐解决炎症 组织再生 我们的身体具有重建和修复受损组织的能力 这个过程涉及细胞分裂和分化 以取代和重建受影响的组织 促进康复和恢复 血液凝固 当我们有割伤或受伤时 身体会启动血液凝固过程以防止过度出血 这个机制涉及血块的形成 封闭伤口 促进组织修复 细胞修复和更新 在我们的一生中 身体的细胞不断进行修复和更新 老化或受损的细胞通过细胞分裂等过程被新细胞取代 确保组织和器官的正常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我们的身体拥有出色的自愈能力 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医疗干预 如严重感染或慢性疾病 寻求专业医疗建议对于正确的诊断和治疗非常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